咱们书接上文,1993年3月24日,三亚两族谈判破裂,解决科索问题的外交努力宣告失败,北约国家开始轰炸南联盟。 可能在我们这些后来人看来,北约的这个进展是不是有点快啊?怎么一谈不成就要开打呢? 首先,这里面有个史实需要注意一下,当时的和平协议双方都不满意,正因为他们都不满意,恰恰说明这个协议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最终在国际调停人的压力之下,阿族代表签了支,而赛族代表和另一位国际调停人则拒绝签支。 这位调停人,我不用说你们也能猜到,就是俄罗斯。 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可能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 这些好比今天你让你会表决,俄军必须撤出乌克兰一样。 而抛开联合国,但从道义和人性的角度出发,这场战争又到底是不是争议的呢? 咱们就先看过程,再来谈结论吧。 此次空袭行动集结了当时北约19个成员国的全部力量,其中13国直接参与战争,其余6国负责提供后勤资源保障。 总共部署飞机1153架,军舰47艘,其中航空母舰3艘。 当然,这里面美国战的大头,得益于地利之边,与南联盟隔海对王的意大利,是当时北约空军最主要的前进基地,共有460余架飞机集结于此,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美国。 时值20世纪的最后一年,北约各国空军都基本全面完成了世代化,美军的F-15、F-16早已在空中翱翔了多年,最近复役的BR隐身轰炸机即将出场。 法军派出了欢迎2000,西班牙则出动了F-18,只有意大利还在使用古董机的F-104。 总体而言,北约这边可以使军威耗荡,在武器装备上有着规模和数量上的双重优势,而且不需要像越战或海湾战争那样劳实远征,欧洲盟国就可以提起来。 提供充足且迅速的物质保障。但即便如此,光靠空袭就能达成目标吗?在此前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先例。 要知道,南联盟作为南斯拉夫的继承者,也还是有一点实力的。 当时南军的总兵力约为11.4万人,其中陆军有9万人,装备坦克1270辆,装甲车仅900辆,海军7500人,各型舰艇81艘。 空军与防空军共1.67万人,并有作战飞机238架,萨姆3、萨姆6等地空导弹380余枚,便携式防空导弹800余枚,此外还有预备兵力40余万人。 虽然这样的数据无法与8年前的伊拉克相比,但在海湾战争中,多国联军前后整整准备了6个月的时间,调动了近70万人的兵力,才将萨达姆打回老家。 所以在空气行动开始前,北约内部就出现过反对的声音,比如法国就认为要达成目标至少需要50万人的兵力。 当然空气派最后还是占了上风,其一句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在战术神变,空中打击的效能和威力有了质的飞跃。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只有9%是精确导引炸弹,而在盟军行动中,这一比例提高了几乎整整三倍,达到了35%, 尤其是杰达姆这类廉价精确制造武器的广泛应用,使得大型轰炸机终于得以发挥出大抵优势。 行动中B5R、B1BR三代同堂,他们投资的炸弹占据了北约2.3万吨投弹量的一半以上。 而无人机的大规模出现,也彻底改变了战场的形态。 比如新研发的RQ-1捕尸者,可利用合成孔径雷达透过云层拍照,身材能监控敌军电台和手机发出的低频信号。 最关键的是,它的制空时间长达24小时,这就大大提高了战场情报收集的持续性,有利于进一步压缩空中打击的杀伤链。 通常美军会冲动两架捕尸者在高空盘旋,对机动目标进行光电和红外识别, 然后再用第三架使用激光指示器提供目标指引,以便附近的A-10或者AF-16完成打击。 对了,那时候的捕尸者还不具备插打一体的能力,美国正是根据科索和战场的经验,才在战后为期加装了两个挂架, 并研发了专用的地狱火P型导弹,使其进一步接手了A-10和AF-16的工作。 而至于北约原本就很强的情报和电子战能力,就更没必要多说了。 总之这场战争呈现出极端的非接触化和非对抗化,对手与对手之间根本不需要遭面, 这也就使得西方国家作为担心的人员损失的概率降到了最低。 如果说海湾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信息化战争,那么科索沃就是信息化战争走向成熟的标志。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战略层面,科索沃战争的目标要比海湾战争更容易实现。 1991年的时候,沙达姆已经占领了科威特全境,联军不仅要击退宜军,还得帮着艾米尔复国。 这意味着伊拉克的装甲力量必须被彻底瓦解。 但在南联盟则不同,北约需要的不是让科索沃独立建国,只是让南联盟接受战前的那个和平倡议而已。 再者,米洛斯维奇也不是萨当姆那样的独裁者,他更像是一个操控民意的欧洲政客,靠着内部压力足以动摇其统治基础。 战后他的黯然下台,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达到以上的目标,首先就得削弱南军的作战能力,迫使其停止进攻。 然后就是要瓦解其军民的斗志,为追踪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创造有力的战场态势。 所以接下来这78天的空袭,被划分为了足迹地争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3月24日到3月27日,打击重点是正在科索沃作战的南联盟军队和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防空与指管系统。 作用是打开空中通道,为后续大规模行动奠定基础。 而第二阶段的空袭,从3月28日开始,打击目标扩展至北纬44度以南的所有南军地面部队后勤补给基地和国家内务部警察部门等暴力机关,目的是破坏南联盟的战争机器。 4月13日起,空袭进入第三阶段,打击范围扩大至南联盟全境,且强度显著提高,民用设施开始遭到全面的攻击。 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北约,南联盟是什么反应呢?难道米洛·舍维奇不知道米地鬼畜吗? 他当然知道,不用说萨达姆阴见不远,其实就在几年前,他的好哥们拨黑赛族共和国的领导人卡拉基奇就吃过血亏。 1995年,联合国授权北约发动慎重武力行动,轰炸了围攻萨拉勒沃的赛族武装,最终结束了波士尼亚战争,卡拉基奇猖狂流亡海外。 当然,纳斯空袭的规模比较小,只有400架飞机而已。总而言之,南联盟上下都知道北约的军事实力有多恐怖。 为此,他们制定了一套以落自强的应对之设。不得不说,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这套策略是有效的。 开战后,南军没有选择与北约正面硬钢,而是避其锋芒将军事支援分散进长起来,并且还施展了伪装大法,制造了许多高仿争度的装备模型,以迷惑北约战机消耗其弹药。 根据南联盟的说法,在第一轮空袭后,其70%的装备都保存了下来,尤其是空军受到的损失并不大。 当然啦,空军保留战力,最终也还是要迎敌的。在前文中,我提到南军也有200多架飞机,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米格21这样的老机型,根本无法与北约空军相对抗。 唯一上能一战的,是从前苏联引进的16架米格29战机。空袭开始之前,这批战机被转移到了腹地,全数避免了在地面被摧毁的命运。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不知是因为老毛子在卖飞机的时候缺金短两,还是南联盟的地形贪污腐败。 这16架战机中,只有5架能在第一时间起飞英敌。 而其中的3架在升空后因为机械故障而被迫返航,另外的2架则被北约预警机全程监控, 最终都寡不敌众,陨落成空。 其实在这一刻,南联盟空军有组织的防御,就已经被瓦解了。 接下来虽然还有零星空战爆发,但都是单架飞机孤单英雄式的行动了。 说到孤单英雄,在简中网络上,这20年来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传奇故事。 说是南联盟的空军司令维利科维奇中将,为激励士气抱着必死的决心,亲自驾驶一架米格29升空引敌。 最终在6月1日,被敌军击落,不幸其身。 那真是只谢沙场未果使,何须马格果失还啊! 可惜故事终归是故事,真实情况就显得无聊一些了。 维利科维奇中将却有其人,不过他当时的职位不是空军司令,而是防空军的副总参谋长。 他是在视察防空阵地时被北约炸死的。 总之在那种敌我实力对比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即便南联盟进行了精心的布局,其空军能发挥的效果还是非常有限的。 相比之下,防空导弹部队倒是打出了不熟的成绩。其中最要素能详的就是夜音被击落的战力了。 南军发现,苏联70年来生产的P-18远程监视雷达,能在24公里的距离上发现F-1A7。 且由于其采用民用无线电的VHF频段,不会惊扰敌机的雷达告警接收机。 就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南军防空部队已经掌握了F-1A7的粗略行踪。 不过预警雷达精度不够,想要完成的锁定还得依靠火控雷达。 但北约强大的电子战机把南联盟压制的死死的,只要火控雷达一开机,一定会迅速遭到打击。 那么该怎么办呢?南军使用了导弹游击战术, 把SUM-3防空导弹系统的发射架数量由标准的四层四配置进每连部署四台发射车,每部发射车带四枚导弹,减少到二乘二的配置。 这样一来不但缩短了导弹部署和撤收的时间,也使得防空系统更为分散,避免遭到集中打击。 另外火控雷达每次开机的时间不超过20秒,此后即便没有开火,整个连也会重新部署。 3月27日晚8点45分左右,即空袭开始的第四个晚上,一架F-117A在贝尔格莱德附近完成打击后,正掉头返回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殊不知,就在它打开弹枪的瞬间,已经被多次短处开机的南军雷达锁定,随即两枚萨摩山导弹穿透云层呼啸来。 第一枚侥幸于原因插身而过,而第二枚则在具体战机7米初爆炸,冲击波损坏的战机,使其失去控制。 飞行员跳伞逃生,追踪被特种部队救回,而这并不是唯一一架被击中的F-117。 事后美方证实,4月30日,第二架夜鹰遭到攻击,幸运的是飞机并未坠毁,依旧返回了基地。 南军的这两次攻击,彻底打破了美帝隐身战机的神话,充分说明了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办法是想出来的。 这个战功绝对够他们标兵使策了。 另外,这个事情还有个后续,那就是中国大使馆预期时间。 5月7日,由比亚轰炸机投资的五枚杰大姆准确命中了位于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建筑群, 当场导致三名记者死亡数十人受伤。 关于这个事情的原委有很多种说法,美方声称是物诈,这个不太可能啊。 前几年我是去过那个现场,中国大使馆的隔壁就是日本大使馆。 这要是物诈,再多误一点的话,那不就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吗? 头弹的这两架BR是从美国本土直接起飞的,不受战区的北约部队管辖, 它历经31个小时,长途本是1.6万公里,头下的五枚杰弹母全数命中, 其中还有两枚是专地的,显然是冲到楼内的某些具体目标去的。 最有可能的猜测是为了摧毁中方取得的F1A7导航设备和机身产片。 至于这个事情的影响和评价,我放到最后再来说。 总之,蓝联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终归是唐币党车。 据推算,北约78天的空袭,共造成南军阵亡1000余人, 34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121架战机被摧毁。 摧毁了南联盟境内100%的炼油能力,50%的燃料储备和75%的导弹发射架。 南联盟的道路交通、航空运输和多佬合伤的水运全面贪败。 人权观察组织证实,轰炸造成逾500名平民死亡, 而北约自身只有包括F1A7战役的三架飞机被击落, 三名士兵被俘,两名士兵因训练事故上升。 双方战损完全不成真笔。 我猜这里肯定会有人质疑以上的数字, 然后就复制维基百科的内容过来打脸。 友情提示,你们复制的时候, 记得把据今日俄罗斯报道这段话给删除啊。 总之在国民经济和军民士气, 都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背景下, 米洛斯维奇被迫接受了北约战前开出的条件。 而在此后的时间中, 整个南联盟都将为他的愚蠢承担代价。 战争几一年之后,米洛斯维奇在连任选举中实力, 其继任者毫不犹豫地逮捕了他, 并将这位塞维亚英雄当作政治筹码移交给了海牙国际法庭。 2006年他在狱中去世,可谓极官算尽太聪明反复了轻轻性命啊。 那么这场一面倒的战争是正义的吗? 首先,正义他不会因为实力的对比而发生改变。 对于塞维亚来说,的确是人为刀主,我为鱼肉。 但问题是,你这条鱼是食人鱼啊? 北约走到动物这一步,很大程度上跟塞族人在整个90年代 给食人留下的坏印象有很大的关系。 民族一旦被打上某些烙印,就很难洗尽了。 但由于黄标和现流的问题,我没法展开细说,感兴趣的可以自行参考, 斯雷布内尼查大屠杀,斯雷布内尼查大屠杀。 那么北约有没有实心呢?当然有啊。 但肯定不是那些地毯文学的阴谋论啊,比如美国是为了打击欧元而开战的。 我早就说过了,这是把美欧关系想的过于简单了。 他们之间早就过了零和博弈的那一层了,或者是为了肢解南联盟,方便北约东扩。 的确,客观上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但是很抱歉,以南联盟的体量来说,还不够资格成为北约的目标。 美国和北约的实心,是想要维持他们辛苦坚立的后冷战国际秩序。 通俗来讲啊,就是给这个世界维稳,套用上一集的片尾,这就叫做,假兵者不祥之气,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所以我觉得在现有的道德体系下,它是正义的,是有污点和瑕疵的争议。 而其中最大的瑕疵,就是扎了中国大使馆。 故意听到这里,很多反贼会不爽啊。 但是没办法,理是这个理嘛。 自古两国交战不展来时,更何况这是第三国呢? 这样的行为本质上和老费爷攻打使馆区没什么区别。 自己制定的原则被自己打破, 之后各种找借口更是受人一柄,自断一齐。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一事件开启了死活20年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磨河。 盒子里不断有个声音在说,我要为刀主,人鹰为雨漏。 我想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中美两国都将为时各自付出代价吧。 别发言人谢一,还说,我们不是说提前预谋好了的,完全是无意的。 是武器系统出了故障,不是我们人为的。 我们会让谁承担责任? 索拉娜,克拉克,还是克林顿,我们都没有责任。 如果有责任的话,是武器系统。 那么我们再申请一笔经费,再把我们的武器系统修好。 这是什么逻辑? 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杀人,把人没杀死,杀了个半辣死。 不赖杀人的人,反而赖刀子不快。 这不是强盗逻辑吗? 这不是强盗逻辑吗? 不赖刀子不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